在我的身后就是上海四航仓库 1937年的8月13日 日本侵略军军攻上海 中国军队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松户会战 而奉命 巨手上海四航仓库 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的中国军队 第88师524团 二营的400多人 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 孤军奋战长达四天五夜 击毙了日军200多人 而四航仓库保卫战的结束 也宣告着松户会战的全面结束 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军民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八百壮士 几十年来 上海四航仓库数亿其主 内部结构也变得面目全非 1984年9月3日 有关部门正式将这里命名为 八百壮士四航仓库抗日纪念地 其实近些年来 四航仓库中的不少老仓库 都已经被改造成了 艺术作坊和工作室 设计师们希望将旧日的英雄仓库 打造成今天的创意仓库 而有关部门也对这一地块的 优秀历史建筑与保留 希望可以将四航仓库和周边的建筑 打造成知名的创意产业集聚地 你打造成知名的创意产业集团 我们正在发展成知名的创意产业集团